还要来看看来自民间的暖流 这是台南背包业者考量医护人员真的好辛苦 从去年开始他们持续制造防护面罩 只送不卖要捐给医疗机构 防护面罩在设计上很方便医护更替 而且还针对了年龄有不一样的设计 目前业者已经捐赠超过6万套 耗资将近300万元 也希望可以回馈社会为抗疫尽一份心理 防护面罩从透明塑胶片裁切 到头套安装每一个步骤都是百分百成手工 但完成聘客是有大批只送不卖全捐献献上医护 主要是我太太在成大服务 那她是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我个人是觉得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台南背包业者为了在疫情期间尽一份心力 从去年开始不断往双北级机场等地区捐赠防疫面罩 累积起来超过6万套 而设计也方便医护随时更替 那这个的方便性是我今天可以 用完以后即可拆掉 丢掉再换上新的一片 另外疫情期间 无论男女老少都得做好自身防护 因此防疫面罩更针对婴儿及5岁以上的幼童 有不一样的设计 让小朋友的健康同样受到保障 那因为这款还有就是比较短一点 是给5岁以上的儿童可以使用 那我们这款是给婴儿的 这是来自一个朋友他在做月少 他说婴儿非常需要 虽然人力材料让业者耗费将近300万元 但疫情期间除了中央地方联手抗疫 还有民间企业在背后出手相助 让前线医护不孤单 齐心对抗严峻疫情 借红旗台南操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